这个满脸杀气的男人名叫贤代表 同时也是这家律所的合作老板 因在职期间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而被驱除 如今想要多亏一切 葬礼外 江帅和女老板表情严肃的说着什么 贤代表悼念完妻子后向二人走来 表示自己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 想从回律所 江帅二人一眼翁穿 这个男人仍是带着剧毒的蛇 女老板告诉江帅一定要组织他回来 江帅提出条件 赵一鸣当过检察官的人进律所 这样二人达成了共识 江帅找到贤代表威胁他 会把他当年受贿贪污出轨的事情告诉他的女儿 出不意料的是 贤代表在众目睽睽之下 表示自己回归 并把自己做过的所有事情公布于众 为此不让任何人抓住自己的把柄 这一幕让江帅有点手足无措 出于保护言语 让他躲避贤代表 而贤代表讽刺的对着女老板说去 阻止我回来的交易又是什么呢 女老板愤怒的要辞掉江帅 但他却说 此时你失去我你会孤军奋战 因为我们两个倒是一条船上的骂掌 另一边 言语因疗养院无人照顾奶奶而苦恼 恰巧这家疗养院是律所的客户 疗养院护士已提出增加人手发工 但因为资金不足而不同意 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导致医院不能正常工作 而江帅向法院申请临时禁止令 让拖延失先 但是被拨回 法官的态度让江帅有些诧异 次日江帅得知贤代表搞定禁止令 才火人大悟 原来法官和贤代表串通一气 这晚贤代表来到盐语奶奶这里 以看奶奶为借口 间接诱导盐以做一些事情 他对盐语暗示 江帅觉得盐语是唯一说服护士谈判的人 盐语有些懵 专是给江帅打句电话 却一直无人接听 盐语决定找护士谈一谈 在谈话期间 盐语与护士达成共识 只要增加人员就可以 这个消息传到了江帅那里 他深知盐语被贤代表利用 并告诉贤代表 我们已经与客户背道而驰 这个烂摊子 还是要江帅出面 江帅拿着解评书 便以沉门新来护士为由 解聘这些人 盐语很愤怒 他认为江帅在利用自己去获得情报 江帅觉得这件事 是先要跟他说清楚 两人大吵一吒 原来这一切都是贤代表获得局 接下来师徒二人 又是怎样的发展呢 我来帮助获得 他早就不懂得 我还没想用 他在聊活 我回家